这入夏之后大家可能都会觉得经常下雨 而且随时到来的这个强对流天气也偏多 昨天辽典省的气象台发布了相关的数据 今年6月我省遭遇的极端气候降于历史同期最多 今年6月我省平均降水量达170.9毫米 较常年多久成为历史同期最多 超过25%的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强对流天气日数达20天较常年多2.8倍 闪电较常年多1.04倍 五战次出现11级以上大风较常年多1.4战次 32战次出现冰雹较常年多1.46倍 962战次出现短时强降雨较常年多1.86倍 大连庄和太平岭乡一小时降水量 三小时最大降水量均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6月辽宁共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9个 常年同期平均为1.2个 为2006年有预警信号发布记录以来最多 同时6月我省降雨总量 强降雨面积均创历史记录 四战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 分析表明 东北冷窝异常活跃 影响我省时间长达22天比常年多9天 是我省6月强降雨过程多雨量突破历史极值 强对流天气频发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主因 眼下我省又进入了多雷雨时段 强降雨的局地性和突发性较强 并且搬有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提醒大家的出行要及时做好准备 好准备 好准备